大家好,我是华尔街电视的小安 为大家主持一档新的节目 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您慢慢看就知道了 那10月4日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 一艘渔船在穿越南中国海时 被一艘外国邮轮撞击沉没 导致三名菲律宾渔民死亡 那究竟这艘外国邮轮为什么会撞上呢? 频频发生事故的南海何时才倒个头呢? 这是意外还是人为呢? 路透社就报道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一份声明中就称 事件发生在周一10月2日 当时该船正在有争议的 黄岩岛西北85海里处航行 船沉没后 11名船员幸存 3名船员罹难 而根据生还者描述 飞国渔船遭撞沉事件 发生在10月2日凌晨40.20分 当时飞国渔船Durine正停泊在 距离黄岩岛西北方85海里处 8名渔民乘小船在不同地点捕鱼 包括船长在内的6名船员留在母船上 生还者就说 由于天气恶劣 母船上的6名船员 未察觉到有一艘不明身份的船只靠近 导致发生碰撞 渔船Durine反复 包括船长在内的3名船员身亡 恶劣天气下 母船上的3名幸存者 刚开始很难打捞罹难者遗体 8名渔民返回后 顺利打捞起罹难者 11名渔民利用8艘小船离开现场 并将罹难者尸体 送到旅宋岛中部 庞家信南省 飞国海巡队就表示 生还渔民在10月3日上午10点 抵达岸上 向海巡队报告这起事件 并寻求协助 经海巡队比对渔民提供 造势船只的资讯 发现悬挂马噪尔群岛国旗的 太平洋安娜号 Pacific Anna 游轮与描述相符 飞国海巡队将联系 游轮母国和游轮 将访问的下一个港口 由港口国管制官员登船调查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我们向受害者 他们的家人和所有人保证 我们将尽一切努力 向那些对这种不幸的海上事件 需要负责的人追究责任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就表示 在南中国海与菲律宾船只相撞的船 是一艘悬挂马昭尔群岛国旗的游轮 并将事件描述为意外碰撞 又指将联系该船 菲律宾最近拆除了中国海警 在黄岩岛附近安装的 300公尺长浮球屏障 导致该海域的紧张局势加剧 黄岩岛是主要的捕鱼点 也是亚洲最具争议的海域之一 那菲律宾在南海特别行动 拆除中共浮动屏障 菲律宾9月25日就表示 执行了一项特别行动 拆除了中共在南海 主要渔场设置的浮动屏障 9月24日 菲律宾分享了中共海警船 在黄岩岛右铭斯卡帕勒浅滩 设置漂浮屏障 阻挡渔船出入的图片 并对此表示愤怒 誓言要保护菲律宾渔民的权利 隔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 应小马克思总统及其南海特别工作组的要求 他们已经移除中共在此的浮动警戒线 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就称 该屏障对航行构成了威胁 明显违反了国际法 它还阻碍了菲律宾渔民的捕鱼和生计活动 还称黄岩岛是菲律宾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碰巧的是 沉船悲剧正是发生在黄岩岛不远处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早些时候就表示 菲律宾将采取一切适当行动 移除中共在南海争议地区设置的屏障 那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 在一份声明中就表示 我们谴责中国海警设置浮动屏障 他补充说 中共设置的屏障侵犯了我们渔民的传统捕鱼权和安全 中共外交部承认 中共还仅在南海争议海域拦截并驱离菲律宾船之 发言人汪文斌就称北京对此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 并于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走了黄岩岛控制权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共就开始部署海警和其他船只 阻止或限制菲律宾人进入这片几代人都在捕捞的渔场 那超过50艘菲律宾渔船在黄岩岛外 根据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拉准将 他就说9月22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渔业局人员 在黄岩岛附近的例行巡逻中 发现了这个估计长300米的浮动屏障 塔里拉就说根据菲律宾渔民反映 中共海警通常在监视该地区众多渔民时设置此类屏障 然后再拆除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 当时有超过50艘菲律宾渔船在黄岩岛外 2012年菲律宾将黄岩岛和其他南海争端 一起提交到海牙长设国际仲裁法庭 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裁决 中共在南海九段线主权申索无效 九段线覆盖了南海90%的海域 并切入了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和菲律宾 专属经济区 北京拒绝承认2016年的仲裁结果 例行巡逻 南海其实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渔业资源 每年海运贸易额约3亿美元 塔里拉就表示 9月22日在例行海上巡逻期间 水产资源局BFAO的船只观察到菲律宾渔船 在该地区从事捕鱼活动 然而四艘中共海警船发动了15次无线电挑战 试图赶走BFAO船只和菲律宾渔船 王文斌就称当天一艘菲律宾政府渔船未经中方许可侵入该海域 并试图侵入黄岩岛细湖 塔里拉就说 菲律宾渔船上的人员在无线电回应中 坚称正在菲律宾水域进行例行巡逻 菲律宾表示 黄岩岛位于专属经济区内 这片200海里长的水域内 沿海国家拥有捕鱼和其他资源专属权 阿诺也再次强调 这些权利得到了2016年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设立的仲裁裁决的支持 中非两国船只多次险碰撞 中共海警船也持续拦截向仁爱礁 运送物资和人员的菲律宾政府船只 导致多次险些发生碰撞 菲律宾政府对此表示谴责和抗议 美国表示 如果菲律宾军队船只和飞机受到攻击 美国有义务保卫这个旗在亚洲最古老的条约盟友 包括在南海地区 华盛顿并未对这条拥有全球战略地位的海上通道提出主权要求 但美军舰艇和战斗机几十年来一直在此巡逻 以挑战中共广泛的主权主张 并促进航行和飞越自由 那南海安全隐忧 菲律宾海巡队和军方8月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中国出动六艘海警船在南海发射高压水柱 并在海上民兵船协助下 以危险动作拦截飞国海巡船和两艘补给船 那阻绕运送物资给驻守在仁爱暗杀的飞国官兵 最后仅一艘飞国船只成功运送补给 这并非中国海警首都在南海向菲律宾渔船或公务船只 发射高压水柱或采取其他危险动作 由于非中两国南海争断不断 自2020年到今年9月初 马尼拉当局已经向北京提出了445次的外交抗议 2021年11月 飞方指控三艘中国海警船在南海拦截两艘运补的非国民用船只 并发射高压水柱 迫使捕迹船无法抵达仁爱暗杀 马尼拉当局自1999年将二战时期的登陆舰 马德雷3号搁浅在仁爱暗杀并派兵驻守 因此需定期运送补给 另外非国于2月2日宣布新增释出的战略据点 供美军使用 北京大为不满 马尼拉当局寻求美中平衡的努力受到挑战 一个星期后 飞方指控中国海警于仁爱暗杀附近 两度以军事级镭射瞄准飞方船只 导致船员一度失明 并冒着碰撞风险进行危险操作 驶入距离飞国潜艇仅约140公尺范围 阻扰飞方补给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纷争 层出不穷 小马克思上任后 除了强化于美国和盟友的安全合作 更一改前任做法 公开揭露北京在南海的灰色地带活动 菲律宾海巡队海事安全顾问达瑞耶拉就名言 揭露中国的霸凌行为和挑衅行动 是菲律宾海巡队对抗印太地区灰色地带活动 最重要的贡献 菲律宾海巡队现在成为代言人 让志同道合的国家表达批判和谴责 把北京放在聚光灯下 美中南海争议裁决出如七周年当天 美国、日本、欧洲联盟、英国、法国、澳洲、印度等七位驻飞大使 罕见出席同一场论坛 表达支持2016年南海裁决结果 小马克思日前指挥菲律宾海巡队 移除中国设置在黄岩岛的漂浮障碍物 事后就说 就移除障碍物而言 我不觉得我们有其他选择 他表示割断障碍物后 非国渔民能进入黄岩岛西湖 在一天内捕到164吨的鱼 这就是如果我们的渔民无法进去黄岩岛浅滩的损失 小马克思9月初 在印尼举办的东南亚国家协会 Asian峰会上就说 马尼拉持续反对在菲律宾海域 危险地运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 并指美国不仅是菲律宾长期亲密和可靠的朋友与盟友 无疑也是东协国家在国内和国际领域 实现我们集体目标和理想的伙伴 随着搁浅在仁爱暗杀的马德雷3号 逐渐的老旧 不久后可能解体 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罗斯就说 小马克思的指示非常明确 马德雷3号应该留在那里 且足够兼顾以身上菲律宾国旗 非国军方将遵循指令 维护马德雷3号的稳固 直到飞方在仁爱暗杀的永久设施建造完成 马尼拉和北京国力差距和时事比人强下 飞方要避免中国阻扰 在仁爱暗杀 兴建永久设施 不得不寻求外援和国际支持 但若北京持续在南海铁腕 向飞方施压 马尼拉恐怕无可避免将继续与中国渐行渐远 谢谢大家 这就是第21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留言在节目下方